经济部的部长郭智辉部长请上台 半导体公司宠岳集团董事长郭智辉 将担任台湾下一任经济部长 赖清德政府第三波内阁名单周二出炉 经济职位人选跳脱外界预测 重用商界人士 而郭智辉将接下重任 首要处理就是台湾水电等问题 因为我是来自于这个民间 我大概对这个五缺的问题是感受很多 在520之后在这之间 然后请教一些相关的朋友或者是学者 然后上任以后再来跟各位报告 除了郭智辉担任经长 国发会主委由资成创新咨询公司 前董事长刘敬青出任 经管会主委选择政大商学院副院长彭金龙 工程会主委邀请了前中游董事长陈经德 国客会主委由南台科大校长吴承文接任 而数位部长则是找来了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黄晏南 外界也关注 现任数位部长唐凤并未被留任 当我们觉得这个阶段到下个阶段 需要什么样的杰出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 我们就会去寻找 但是也一方面非常感谢肯定 过去多年来为政府 为内阁为人民贡献服务的所有的成员们 那新的团队会在这个基础上持续的前进 卓榮泰表示 第三波内阁关键字是智慧创新 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 AI半导体和自动讯都是重要优势 而当世界对台湾产业更信赖 台湾粤汉民主阵营同在 新唐野太电视高建伦曾新铭台湾台北报道